8月22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接见赞比亚农业部长伊利贾·穆登达。 和犹他率领的赞比亚政府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伊利贾·穆登达部长,转交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斯·卡翁达,赠送给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礼品。 由利奥·波德维尔刚果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加斯东·苏米亚洛率领的利奥·波德维尔刚果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 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8月1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加斯东·苏米亚洛主席和犹他率领的利奥·波德维尔刚果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毛主席,从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访。 9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帝武、邓小平、恒真、罗瑞钦、郭沫若, 接见了以陈辉辽为首的月中有协代表团,越南政府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洪世新, 以保定江和碧林为首的越南电影戏剧代表团, 以武光为首的越南劳动青年团代表团,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越南贵宾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9月1日,首都各界一万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 热烈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周年。 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董帝武、邓小平、罗瑞钦、 郭沫若等出席了大会。 中叶有协会长杨秀峰主持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讲话。 他说,只要美帝国主义不停止对越南的侵略, 不把他的侵略军队撤出越南南方, 中国人民就不会放弃在支持越南人民 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彭真同志重申,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 事与美国强暴斗争到底。 越中有协代表团团长陈辉辽在讲话中表示, 越南人民将坚决地打, 长期地打, 打到美国侵略者被消灭在越南的国土上为止。 陈辉辽团长代表越中有协向中越有协和大会赠旗赠礼, 锦旗上秀着胡志明主席的诗句, 《越中群一身同志家兄弟》。 这是越南军名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品, 一架美国飞机的残片, 想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前线的越南人民, 至以最诚高的敬意。 被我空军部队击了的四架美智奖帮U2型高空侦察机的残骸, 8月20日起,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这四架U2飞机是在1962年9月到1965年1月先后被击落的。 美帝国主义指使蒋邦, 多次派出间谍飞机, 篡泡我大陆上空进行侦察活动, 表明美帝国主义正在扩大侵略战争, 如果敌人胆敢再来侵犯,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8月15日, 是伟大的战士雷锋逝世三周年, 在辽宁省府顺市, 举行雷锋纪念馆落成典礼, 中共中央中北局, 辽宁省府顺市, 以及沈阳部队的负责人, 参加了落成仪式, 纪念馆介绍了雷锋同志的光辉事迹。 雷锋同志在旧社会受尽压迫, 苦大仇深, 他热爱革命, 热爱党和毛主席, 他认准了毛主席著作, 就是粮食、武器、方向盘。 建立这座纪念馆, 是为了永久纪念雷锋, 学习雷锋, 让我们都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更深入地向雷锋同志学习, 听毛主席的话, 做一个永不变色的革命接班人。 第二届全国运动会, 将在9月11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 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在积极进行。 工人们为全运会生产的各种球, 造型和质量都很好。 许多工厂, 为全运会赶制了大批质量好的运动器材。 运动员们勤学苦练, 决心要在这届运动会上表现出高风格、高水平。 青海射舰队的各族运动员, 正在扎扎实实地苦练运功。 陈静开和他的弟弟陈满林, 以及其他举重运动员, 为创造好成绩正在下苦功锻炼。 郑凤荣是1964年全国田径赛五项全能冠军。 肖洁平是跳运的全国记录保持者, 他们决心要在全运会上创造好成绩。 上海男子排球队也在积极锻炼。 我国印度员们, 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 学习我国乒乓球队的革命精神, 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们决心在全运会上创造优异的成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